大家好,我是阿聚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当年很红的日剧 《东京灰姑娘》 也叫《东京仙旅奇缘》 这部剧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像东爱一样 是很多日剧迷的爱情启蒙教科书 影片的主角是何九景应剑与唐泽寿明 配角是暗谷五郎跟贺田真游 故事讲述的是一对乡下兄妹 和另一对城市兄妹的故事 女主叫松景学子 是个小镇姑娘 因为向往东京的繁华生活 只身来到东京寻梦 她到东京三年 生活一直过得很平淡 白天在公司里做着最普通的工作 晚上就回到自己小小的公寓里 但即使这样 她也一直对未来抱有梦想 男主叫高木雅士 是大企业高木财团的继承人 年仅三十的她 是日本未来的经济之行 虽然家财万贯 但高木几乎感受不到人间的温情 周围有的都是商场和家族的尔语我诈 这天 她从外地出差回来 却在车站把一个男人误认为是来接她的刺激 发现对方不适合高木诚恳的道歉 却又被对方误会 以为她是个刚来东京的愣头青 男人是在等待她的妹妹雪子来接自己 话音未落 雪子便赶了过来 离开前 看着高木那一脸无奈的表情 善良的雪子 把手中的雨伞交给了她 于是 两个人的命运 从这一刻起 产生了交集 雪子的哥哥叫菊雄 为了向她的空姐女友求婚 特意来东京 还花光了所有积蓄 买了一枚戒指 又让妹妹雪子去订了一家高级西餐厅 为了哥哥的幸福 雪子也豁了出去 还特意预支了薪水 希望能助哥哥一臂之力 只是到了餐厅后 两人瞬间傻眼了 因为这里的最低消费是每人三万 也就是加上还没有到的未来嫂子 总共需要九万 雪子身上带了五万 而菊雄自己只有一万 加起来只够两个人的费用 雪子只好先行离开 把钱留给了哥哥 饭没吃上 肚子空空如也的雪子 去买了份热狗冲鸡 这一去 就让他与高木再次相遇 高木说 他刚刚出来的那家餐厅 他招待客人时 偶尔也会去 雪子有点尴尬 表示自己刚刚就是陪客户吃饭 但是应酬式的晚餐 感觉没吃饱一般 看着身边的这个理想型帅哥 雪子不知不觉呆住 当知道他不但有司机 司机还叫他社长时 让他更加措手不及 高木也不否认 自己刚刚继承了一家企业 为了感谢上次借伞之恩 高木执意要送雪子回去 正因为那把红色的雨伞 让他想起了失踪三年的妹妹 才没有把只有一面之缘的雪子忘记 东京虽大 能够与高木再次相遇 雪子又觉得东京也可以很小 所以他鼓励高木不要灰心 一定能找到妹妹的下落 高木递过一份宴会邀请函 邀请雪子和哥哥一起去 还说宴会有各国的美食 以及古典乐团的演奏 相信不会很无趣 就在雪子沉浸在与高木的相遇时 哥哥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未来嫂子迟迟没有出现 担心会不会被放鸽子 雪子鼓励哥哥多一点耐心 要对自己有信心 但现实是餐厅都已经打烊 他等待的人始终都还没有到场 第二天 一早就做好早饭的哥哥 跟雪子说了个不一样的版本 他不但求婚成功了 还把对方感动得泪如雨下 今天刚好还要出去 与对方谈谈详细的结婚事宜 哥哥能够追求到自己的幸福 雪子当然很高兴 为了哥哥的幸福 他把邀请函给了哥哥 让哥哥和未来嫂子一起去 但哥哥却以没有合适的礼服给拒绝了 因为这个原因 雪子厚着脸皮去西装店跟店家商量 能不能分期付款 雪子一脸笑意带着战利品回家 却有更好的消息 等待着他 这个在东京做空姐的未来嫂子 说之前回去家乡参加同学聚会 因为当晚与雪子哥哥多聊了几句 就被误会成对他有意思 他今晚就是要说清楚 一切都是哥哥菊雄一厢情愿 所谓的求婚成功更是无稽之谈 拜托让菊雄不要再找他了 此时的菊雄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 正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东京夜晚的街头 他那迷茫的样子 被街上的拉皮条一眼看出 再被对方一顿熟练的操作 稀里糊涂地带到了店里 皮条哥告诉美女 这客人不太聪明的样子 建议狠狠地载一刀 没见过这架势的菊雄 果然被忽悠得不轻 很快第一瓶酒就见底 陪酒美女让他再开一瓶 菊雄表示没问题 但他接着说 荷包已经见底 上一瓶恐怕都消费不起 菊雄被修理 回家直接躺倒在地 第二天 雪子照顾到哥哥的自尊心 用隐晦的方式告知哥哥 已经知道了他被甩的消息 菊雄看似坦然 实际也受了不小的打击 再看到雪子为他准备的西装 菊雄马上去找昨晚的陪酒妹 讨还昨天底仗的求婚戒指 对方见他不依不饶 被打了一顿都不愿意放弃 心软之下真的还给了他 接着菊雄把这枚花光积蓄的戒指 拿去典当了 就为了给雪子也准备一套 参加今晚宴会的晚礼服 虽然对今晚这种充满社会名流的宴会 早有耳闻 但亲自看到现场的盛大豪华 还是把兄妹俩惊掉了下巴 这真的是他们这种阶层的人该来的地方吗 很快 在被现场的美食所吸引后 菊雄就把不适应抛之脑后 他们的举动引起了这个主办方高管的注意 还没等他弄清个究竟 菊雄的冒失就成功引起了围观 高管让兄妹俩出示邀请函 他看了之后更加的生气 这是他亲自替高牧写的 为了邀请另一位小姐的邀请函 高管向周围人群致歉 讽刺兄妹俩是来混吃混喝的 没等到菊雄动怒 高管就回过头 让他们把地上收拾干净 再离开这里 菊雄虽然受不了这气 但还是被学子按了下去 还没等他们收拾完 身边就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一緒に踊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高木 そこ啊 好 好 在高木的吸心引导下 刚刚的丑小牙 正一步步蜕变成 让人惊艳的白天鹅 围观的人群 也不时传来对这对组合的称赞 看着在人群中光彩照人的妹妹 菊雄可以想象 现在的妹妹 一定感觉至身美梦 不愿清醒 果然 在第二天 学子还在回味昨晚的场景 于是 在踏上回乡的列车前 菊雄提醒妹妹 那就是一场梦 一定要认清现实与梦境的差距 学子也是这么做的 他把礼服收起 回到现实的工作里 为了能在东京生活下去而努力 只是 命运喜欢跟他开玩笑 高木为了归还雨伞 再次与他在雨中相遇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信 学子顺着高木的话 表示自己住在附近某大厦里 是任职在某公司的白领 高木觉得挺好 与他在本周日再出来见面 希望学子能赏个脸 学子受宠若惊 他想不通 以高木这样的条件 究竟看上自己哪一点 确实 以高木这样的条件 婚姻恋爱 已不单单只是感情问题 父亲早已给他安排了对象 门当户对的大企业千金 神奇出会 就是本该在舞会 要邀请的那一位 高木很直接地强调 现在的他不会考虑结婚 而且 也已经有了交往的女性 对方的觉悟也很高 觉得他不过是 吃惯了山珍海味 想吃点家常菜 所以他对此并不介意 到了约定的周日 学子很烦恼 究竟该怎么穿 最后挑选了一套 感觉最适合的战衣出发 在约定的地点 焦急地等待那个他 就在学子以为自己被耍了 高木就出现了 但事情的发展 渐渐有些不对劲 先是高木托设计师朋友 挑了好几套大牌衣服 让学子赶紧换上 准备见他父亲 本来以为是被嫌弃穿得寒酸 但接着出现的高管 带着一箱子首饰出现 还不忘嘲笑他不配的样子 学子才知道 自己不过是高木 为了对抗婚姻 安排的一枚棋子 学子虽然没有换衣服 但表示 一样会配合高木的演出 他还曾经在话剧团待过 让高木可以放心 还没等高木解释什么 高木的父亲就来了 学子很自然地做了自我介绍 高木父子静静地听着 学子讲述他的故事 老家在能登半岛精英民宿 一家四口住着有点挤 台风天还会漏雨 他毕业于当地的短期大学 本来想要当空姐 奈何能力不济 现在只是一名食品工厂的 女职工而已 这种出身经历 没有什么可自豪 所以他也知道 跟高木一起像是梦里 但又很感激 高木父亲看着挺满意 至少这女孩非常的坦率 高木承认他当时吓了一跳 没想到 学子可以这么快地 编出一段经历 算是帮了他大忙 送上了他的谢礼 学子谢过并道别 相信这一次 就是互相的最后一次相见吧 就在他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去时 高木却说 下次见面的话 不会再让他演戏 听到这里 学子转身问了心里 一直想问的问题 从撑着那把红伞在雨中 等他开始 高木是否就打算好了利用他 他的人生不是戏剧 他刚刚所说的所有经历 都是亲身经历 直到现在 学子其实都觉得还好 就当梦醒了 顺便替别人解决点烦恼 只是 当他看到 在花里的信封 里面 那早已准备好的报酬后 才让他的心底防线 彻底失守 一个豪门千金 为什么宁愿沦落到 做一名陪酒妹 也不愿回到 那个应有尽有的家 他叫高木童 离家三年的他 和男朋友在酒吧工作 他负责陪酒 男朋友负责拉客 真的是天和之作 男朋友还经常 当着他的面沾花惹草 他竟然都能当看不到 他赚的钱基本都上交 男朋友不但不满足 最近还变本加厉 找他有钱的哥哥要 就这 他都舍不得离开 一直鼓励男朋友 振作起来 男朋友叫大野建志 曾经组过乐团 出过唱片 小童当初 就是爱上他的才华 才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直到小童通过 乐团队员得知 建志现在的状态 多半是因为他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如果能够帮到建志的话 就足够让他 下定决心离开 深无分文之下 他找到了菊雄 为什么找菊雄 因为这大哥是个好人呢 上次小童因为闹情绪 主动开房 想要与他发生关系 他竟然都可以忍住 转而讲起了人生道理 菊雄获发好人卡一张 他也认为 小童是看上自己的人品 所以主动跟自己交往 菊雄和妹妹约定 只要在门口挂上那把红色的雨伞 就等于请勿打扰 但是 恰好回来的学子 今晚心情特别不好 于是菊雄被迫介绍了 他的新向好 聊不多时 让学子烦恼的对象 打来了电话 小童提醒菊雄 来电的 一定是学子喜欢的人 否则不会这么的紧张 几天前 在学子事先不知情下 假冒高牧的交往对象 为了替高牧应付 他父亲安排的婚事 演了一场戏 没想到假戏真做 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义 只是高牧把这当作一场交易 让学子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学子本来想要通过高牧的秘书 要对方的汇款账号 把钱还回去 但听到电话的高牧表示 没这必要 还坚持约他再见一面 学子无奈答应 还保证到时一定要把钱 甩到他脸上 但这个解气的计划 很快被学子哥哥搅黄了 哥哥菊雄因为家里经营的民宿倒闭 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于是 去而复返的菊雄 实际是为了来东京打工 帮家里还债 眼看哥哥已经找到工作 就该搬出去了 毕竟就算是兄妹 也有不方便的时候 但菊雄不小心说漏嘴 让菊子知道了真正的原因 为了省点支出 只好将就应付 虽然学子答应帮忙一起解决债务 但菊雄也没想到 妹妹一下就能帮到这个地步 等到学子发现钱不见了 哥哥已经把钱汇回了家里面 学子也只好与等了许久的高木道歉 表示他会尽快还钱 可是高木哪里会在乎这些 邀请他去餐厅里表达了对上次事情的歉意 高木回忆 他的妹妹常常说的 即使看出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也不会去了解 所以他想要学子的电话 希望相互能够更了解 学子拒绝了 因为经过这次的事情 他有自知之明 是他高攀不起 说了一通自我否定的话语 高木制止学子继续说下去 让司机送学子回去 自己去打个敌 学子还来不及反映他的转变 高木就主动解释了原因 在车上的学子 捏着手中的手帕似乎在想 难道真的是他太矫情了吗 不久 司机向高木报告 学子坚持要自己坐车回家 并留下了这个手帕 于是这个夜晚 为了不让哥哥发现他的小秘密 学子在电话亭 与高木聊了一宿 哥哥菊雄与小彤 也开始了他们的小甜蜜 在见识到菊雄的矫健勇之后 小彤明确表示 想要跟他开始一段新恋情 学子把钱还给了高木 在第一次相遇的热狗 聊了许多彼此的事 高木还没有找到妹妹 而学子谈了哥哥之所以 来东京的原因 随后为了正式给上次的事 做道歉 高木把学子带到了游乐场 学子认为 擅自闯入已关闭的游乐场 很不好 拉着高木就想跑 但随着游乐场的灯光亮起 学子才知道 高木早已用超能力 将整个游乐场包起 高木问学子怎么想 学子用行动表示 真的很香 两个人在游乐场尽情游玩 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机动游戏 两个人的心 也不知不觉地越来越靠近 学子很自然地 跟高木分享了家里的事 他老家的民宿 因为附近开了一家大饭店 导致生意越来越差 倒闭了 要不是哥哥说漏嘴 父母绝对不会透露 特别是他的妈妈 实在是太要强了 但那实实在在的关心 又让人温暖至极 高木看着陷入回忆的学子 忍不住搭上了他的手 缓缓地吻了上去 只是没想到 害羞的学子下意识地躲避 两兄妹互相不知情下 各自的恋情 看似都进行得很顺利 但随着学子老家传来的消息 又让彼此发生了些不如意 原来开在学子家民宿附近的大饭店 也是高木家的产业之一 高木在学子不知情下 派人帮他们解决债务的问题 并邀请学子父母去饭店工作 这在高木看来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但被视为可怜与同情 甚至有点特殊的意义 刚通过父母知道经过的学子 带着责怪的语气问高木 他分享家里的事情可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但高木因为刚刚得知了妹妹 高木彤的下落 所以有点着急 来不及与学子过多的解释挂断了电话 这让学子很生气 随即把高木的名片丢弃 但想了想又回过头把他捡起 高木去了为妹工作的酒吧 被赶来上班的小彤所发现 小彤掉头就走 到了常去的咖啡店 借口因为遇到变态 钱和衣服都来不及拿 所以让学子帮忙 送来了一件外衣 结账回家的时候 小彤发现了学子掉在地上的名片 之前只听说学子交往的对象姓高木 没有太在意 毕竟姓高木的多的是 没想到还真的有这么巧的事 小彤考虑了一下 建议学子 这种不敢向家人公开的关系 最好放弃 此时的菊雄刚刚通过父母得知 学子最近神神秘秘 就是因为那个高木的原因 现在父母猜测 学子会不会已经被包养 否则高木怎么会这么真金白银的帮忙 想到这些让菊雄的脑子瞬间挡机 学子刚回到家 菊雄对他的念叨就没有停下来过 想一想高木这种条件的人 能图他什么 高木身边的女人绝对不止他一个 等玩腻了就把他甩了 学子觉得哥哥是刻板印象 拒绝继续听他念叨 睡觉前本想把哥哥的被子盖好 但想到刚才的事又气不过 直到他看到哥哥为他提前准备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他一早把名片还了回去 告诉亲自来东京陪他过生日的妈妈放心 不会再和高木联系 高木三浦嘲笑 竟然还有这种归还名片拒绝交往的方式 但此时的高木已经没有心情思考这些 他之所以最近想要跟学子一起 是因为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一种自然的平静 但今天这种平静被他一直忘不掉的前度打破了 因为今天正是他前度结婚的日子 妈妈说学子这个年纪 应该是跟对象在某个时髦的地方过生日才是 现在他特意过来反倒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仿佛听懂了他的意思 电话马上响起 电话那头高木带着沉重的语气 连续表示了几次 今晚想要学子陪他的意思 学子借口同事喝醉了要出去一趟 妈妈看破不说破 给他带上了微博 学子打车到了高木的住处 高木对刚刚到来的学子说 他并不是学子想象中的那种男人 学子不懂他的意思 高木也没有解释 所以学子只想知道高木心里是否有他的位置 哪怕是一点点的位置 感受着高木的沉默 学子表示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他的内心告诉他 这个他24岁的生日夜晚 他心甘情愿地想要与高木共度 两人之间还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在下期再讲吧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订阅 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